和闺蜜一起穿越 她穿成了皇帝的宠妃 而我穿成了洗脚臂 她说她会好好保护我 转身把我赐给老太监当玩物 任由我被折磨至死 但她不知道 当我的悲惨直拉满的那一刻 系统会赋予我一个新的身份 她最怕的人 看到这里的公主真美啊 可以点个赞马公主 你还能长高十里米油 能评论马公主 你还能受使劲呢 能爱特闺蜜来看马公主 你和闺蜜还能大三圈呦 接下来的生活肯定逢考必果 顺风顺水 宫女弗安的尸体 被拖出去的时候 我算了一下 这是贵妃这月杀了第六个奴婢 其一是她在给贵妃梳头的时候 扯落了几个玉发 贵妃用香金玉书活生生 割断了她的喉咙 贵妃招召手 赞我过去 我贵妇在她脚边 替她脱下沾洗的鞋袜 将她的一双玉卒浸泡到花瓣盆盆中 秦妙书附身 温柔的低声问我 小沁 你没被吓到吧 方秦是我现代的名字 只有她知道 两个月前 我和她一起穿越到这里 她穿成了千娇百妹的贵妃情侍 而我穿成了最下等的洗脚臂 曾经 我们是最要好的闺蜜 如今 她坐在贵妃她上 我跪着给她洗脚 奴婢没有 我回答 起初看见尸体和鲜血会害怕到干呕 现在已经习惯了 秦妙书用发廊护甲轻拍我的脸 笑道 你放心 你跟他们可不一样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只会保护你 不会伤害你 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 足以摆脱道德和律法的约束 她的下线是无法想象的 从她杀第一个人开始 她就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女人了 所以她说的话我不会信 果然 在某次给皇帝洗完脚后 皇帝夸我手巧 她只是随口一说 然而次日 秦妙书就把我只给了 掌管冷宫的老太监做对时 她送了我一个割血红的手镯当嫁妆 亲切道 孙公公在宫里自立身后 你做了她的人 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我也好放心 孙公全是宫里出了名的老色鬼 和三差五 就会折磨死一个宫女 但她是太后最贴心的狗 就连皇帝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奴婢谢娘娘恩典 我给她磕了个想头 秦妙书看着我笑的慈悲 就像看着一个将死之人 我知道她忌惮我 因为我和她一样拥有现代人的思维 她生怕我夺走她拥有的一切 现在她终于可以放心了 我是会非娘娘赐下来的人 孙公全不敢玩死我 马边抽出了血痕 辣油烫出了水泡 针扎出的亲子 都弄在能被衣服遮袋的位置 她会给我留一口气 第二天能去当差 但秦妙书反而不满意 她不满意 就拍更多的脏活泪活让我干 我白天被秦妙书使唤 晚上被孙不全折磨 迅速销售成皮包骨头的模样 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 洗衣服的时候晕倒在井边 差一步栽进去淹死 秦妙书大发慈悲 恩准我好好伺候孙公公 不必再来当职 孙不全喜出望外 我被完全监禁在了冷宫 秦妙书送我的歌血红手镯里 填满了荷花香 孙不全越秀越无能 越无能就越颠狂 他嫌一个人玩不过瘾 在中秋夜 找了五个侍卫轮流进屋 他在一边看 没人会来救我 我痛得喊不出声 晕死过去 又被冰水托醒 又一天 他把我绑在柱子上抽 抽着我小腹 血从腿间留下来 我怀孕了 他把我五花大绑 叫个嬷嬷过来 把被成型的胎儿扯出来 那天电闪雷鸣 我凄厉的惨叫 被掩盖在暴雨声中 我终于死了 活活痛死 同一时刻 秦妙书在和皇帝欢好 鸳鸯交紧 雨水快活 做着这世上最尊贵 最无忧的女人 她永远不会想到 我的系统觉醒了 她的死期也快到了 就连秦妙书也不知道 我来到这个世界时 自带系统 当我攒满了悲惨值 会触发一个新的身份 我可以在给定的池子里 自由选择 我吃得很香 双妃在冷宫吃了三年的馊饭 饿得面黄鸡兽 我要把容貌吃回来 起码吃到若不经风 但无见有脸 我对着生锈的铜镜 一遍一遍练习惹人心疼的表情 一遍一遍排演台词 复盘人无关系 万事俱备 东风到来 福寿探到消息 皇帝今日会到孝春园赏桃花 我扮成公里模样 福寿掩护我 提前来到桃花深处 脱下外衣 露出双妃压在乡底的鹅黄色长裙 再配环琳琅 脚步将近的时候 跳起桃妖舞 花瓣兵纷 风姿连人 落势回眸 满脸泪痕 见到皇帝 先是一阵 然后窃窃靠近 伸手轻抚她的脸 叹一句 大抵是死了 方能见到日思夜想的人 眉心所愁 面容憔悴 然而秀丽不减 空体花香 皇帝把我揽入怀中 红着眼睛叹一句 轻轻 一受苦了 她身后跟了一群嫔妃 所有人瞠目结舌 为首的秦妙书 更是面如土色 她想破脑袋也不会知道 再冷宫不忍不轨 待了三年的这个女人 才是她此生最大的祸患 双妃江灵雪 是前护国将军的独女 因为桃花树下一支舞 当时还是王爷的皇帝 对其一见钟情 如她所愿 江灵雪成为了她的王妃 江家顺势成为她的臂膀 在惨烈的夺敌之争中 江灵雪的父亲 和两个哥哥壮烈战死 为她杀出血路 送她上皇位 如此恩德 皇帝就算跪着 把凤冠带在江灵雪的头上 都不为过 然而江家人丁撩落 再无利用价值 皇帝转头 把尚书的女儿策离为后 江灵雪本就因父兄之死 一遇寡欢 此番彻底心死 和皇帝大吵数次 绝世数次后 她被打入冷宫 所有人都觉得 僵士的余生也就只剩等死 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但我知道江灵雪 才是上上王牌 她曾是皇帝最爱的人 也是她最愧对的人 她是她连着心脏的伤疤 是她处置不得的白月光 甚至秦廖书之所以 能受到如此滔天的恩宠 也不过是 因为她笑起来和江灵雪 有几分神似 她自诩拿的一手好牌 其实只是一手垃圾 皇帝把我安排在了 离她最近的藏胶店 金屋那角 一连七日专宠 后宫一时人人自危 秦廖书坐不住了 她派人送来奇珍一宝 我悉数退回 她再送 我再退 第三次 她亲自拜访 好话说尽 我免为其难收下几样 她稍稍安心 握着我的手 魅光闪闪 我在宫中无亲无友 只觉得妹妹格外亲切 妹妹莫要嫌弃 我深感触动 从她送的手势里 挑了眉布摇带上 她深感欣慰 挂着眼泪笑了 第二天 我开始莫名偏头痛 浑身无力 摔破了额头 臥床不起 一语不止 皇帝心急如焚 请太医来看 太医毫无头绪 开了几贴安神的药 没用 皇帝身边的老嬷嬷看出端倪 提一请巫师来看一看 巫师掀起我的眼皮一瞧 脸色大变 吓得倒退三步 娘娘此乃要挟轻体 被小人咒害 皇帝的生母也曾被人用古术陷害 因此皇帝对巫古之术生物痛绝 得振察 敢害症的轻轻 这要将她碎尸万段 巫师从巫东跳到巫西 喷了好几口水 或者木齿一压压 最后两眼一瞪 指向了我发间的不摇 请妙叔拖三宿面 在盘龙殿门口跪了一夜 喊了一夜的冤枉 最后晕倒在店门口 皇帝亲自把她抱进去 请太医 太医一叹 大喜 贵妃娘娘有孕了 最后事情水落石出 是贵妃身边的婢女灵芝 围统主子失宠 自作主张 用邪术害我 皇帝让秦妙叔自行处理 灵芝哭着给秦妙叔磕头 喊着奴婢冤枉 奴婢真的冤枉 秦妙叔听烦了 让人割断她的舌头 坦断她的手脚 把她泡在宫桶里 写尽而死 灵芝当然冤枉 她只不过是秦妙叔 拉出来的剃罪羊 我让福寿在冷宫 偷偷烧了纸钱给灵芝 又结果巫师一定金子 火药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皇帝不是不一心 只是秦家还有用 秦妙叔也还有用 或许也还有多年的勤奋 秦妙叔借龙子狗活一局 然而这只是开始 因为受孕 秦妙叔开始由我平分奔宠 灵芝没了 内务府送了个新奴婢给她 秦妙叔为她赐名无双 无双无双 她把那奴婢当作我 早晚被一顿毒打 边打边骂 没脸没皮的假清高 没爹没妈的东西 真当自己是人物了 也不看看谁是主子 谁是贱货 十三四岁的小丫头 本该灵动活泼的年纪 被打成了不会哭不会笑的形式走肉 我散步经过骆云池 见到个人影正往池边走 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我拦住想冲过去的福寿 亲自跟他跳了下去 把人捞了上来 工人见我落水 火急火燎禀报皇帝 皇帝匆匆赶来时 我已就醒那丫头 皇帝皱得没责备我 你知不知道自己身子金贵 岂能随意下水 受凉了怎么办 我扬起苍白的小脸 柔弱地看着她 臣妾一心救人 顾不上这么多 这丫头身上都是伤 实在可怜 叫臣妾想起已故的包妹 一见我还愿亲人 皇帝的愧疚写在脸上 皇帝问身边的太监 她是谁 太监犹豫道 这是贵妃娘娘宫里的无双 无双听见贵妃二子 诚惶诚恐地爬起来跪在地上 替泪横流 娘娘别打了 奴婢不敢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看上去已经吓疯了 秦妙叔不把下人当人看的 德性皇帝当然都知道 她不管 不代表她不觉得晦气 皇帝的脸色并不好看 我叹口气 我就她一命便是缘分 如今她既已疯了 便遣送回家去吧 贵妃姐姐良善 一定会谅解的 听见梁山二子 皇帝的嘴角抽了抽 少请 她点了头 也罢 无双被送出宫 为了安抚秦妙叔 皇帝指了自己宫里的人过去 第二天 皇后承手一着人 请我去赏牡丹 她的如母无摩摩跪在地上为我奉茶 奴婢跪谢娘娘大恩 我接过茶斩 笑意从容 亏得无双机敏 懂得装疯 否则为无从解救 无双是无摩摩的小女儿 秦妙叔多半不知道 就算她知道 也多半不会手下留情 因为她早就被皇帝灌叼了 就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 皇帝从未爱过皇后 她嫌皇后相貌无言 性情骨板 当年封她为后 只是因为她爹是尚书 除去重大吉庆 每日十五例行方式 她都不会主动与她碰面 皇帝并不在意她的皇后 秦妙叔清楚这一点 所以她也不在意皇后 每日十五 她会假装心口疼 把皇帝从皇后身边喊过去 成婚定省 她从来都懒得去 赏得皇后的东西都是她挑剩下的 皇后生病的时候 她背地里一声吃笑 真能装 皇后给夭折的皇儿 烧香祈福的时候 她在旁边掩着鼻子 真会气 在前朝 秦妙叔的丞相爹 处处压着皇后的爹一头 在后宫 秦妙叔处处压着皇后一头 她曾不止一次地表示 如果不是她年纪小 嫁得晚 如今住在凤一宫的就是她了 皇帝切耳听过 直直一笑 捏捏她的鼻子 骂一句调皮 从前在前底的时候 江灵雪性格清冷 和侧妃之类并不亲近 陈首宜出身书香世家 自小克己复礼 她心知自己的后卫受之有愧 也不敢讨扰江灵雪 如今我亲自救了她的人 她的震惊可想而知 陈首宜将一盆 精心培养的卫子送给我 笑容真挚 双妃姐姐在赤穿用度上 若有任何不无意的 尽管告知本宫 她指的当然不是赤穿用度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秦道叔亲手把盟友送到我手里 我什么都没向皇后要 只是给她讲了狼和虎的故事 狼和虎同住森林 虎身以为然 碎扑坠入深渊 狼籍成亡 很快 朝中传来消息 尚书在朝堂上 为丞相亲手脱靴 重臣哗然 臣其两家相够多年 终于分出高低 秦家子弟在外 本就肆无忌惮 如今更是目中无人 出入金配马 扑从成群 将原本谨慎经营的地下赌装 倒卖私盐的产业大肆扩张 半个月后 秦相的亲侄子暴露入狱 没等他供出背后老板是谁 就暴毙狱中 但没关系 秦家子弟入狱的速度 不通下饺子 秦相能灭一张口 灭不了十张口 总有人受不了拷打 把秦相咬出来 与此同时 陈尚书尚书弹劾 今年积累的大小把柄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恕罪并罚 皇帝气得当场用奏折 砸歪了秦相的乌纱帽 消息传到后宫 秦妙书气得 砸了大半个宫殿 然后挺了肚子 可怜兮兮的 又跪到了盘龙殿门口 老天为了烘托气氛 吓起了冰雹 硕大的冰雹往他身上砸 七七惨惨七七 他被砸得七荤八素 哀伤地哭喊着 臣妾自愿降位 罚奉两年 为父亲赎罪 还望皇上看在孩子的份上 从轻发落 皇帝最终还是叫人 把秦妙书扶了进去 罚奉罚了 魏分离将 秦相被贬折去了穷乡屁壤 其余秦家子弟 该关关该杀杀 秦家元气大伤 秦妙书主动来看我 我向他行蹲礼 他坐在主座上俯视我 并不叫我起来 我蹲到双腿打颤 三马男人的时候 他一声冷笑 皇后妇女愚蠢懦弱 这么多年 唯唯懦懦突然变脸 江林雪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搞鬼 你不知道你招惹的人是谁 他站起来 揪住我的头发 狠命往外扯 曾经有一个人惹了我 现在还在给太监当玩物 你信不信 你会落得比他还惨 孙不全满的真挤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死了 我怕了 特别害怕 怕得流出眼泪 哭着抱着他的大腿 贵妃妹妹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不过剩下一条命 你如果要 便拿去罢 我抱得很紧 他嫌恶得一脚踹开我 我发出一声微弱的乌液 正巧倒在皇帝脚边 皇帝的脸色阴沉的吓人 奇妙书转瞬仓皇 他抱着肚子跪下 细行到皇帝身前 红了双眼 皇上双妃突然扑上来 臣妾只是想保护自己的皇 我先震惊 再哀伤 后平静 一句都没有提自己辩解 皇帝盯住我的脸 问双妃 他说的可是真的 我缓缓抬眸看着他的眼睛 扯出三分淡笑 皇上若信 便是真的 接下来 皇帝肉眼可见的慌了 他搂住我 青青 正不是那个意思 你千万别生气 他怕呀 因为江灵雪的父兄 战死沙场的那天 他历程手一围后的那天 江灵雪都用这个表情看着他 淡笑的背后 是深可见谷的失望 五夜梦回 他总会梦见江家父子 满身剑孔鼓鼓流血 莫自欲烈地质问他 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 为什么这样对江家呀 我们好疼啊 他怕呀 我终于红了眼眶 轻轻靠在他胸前 皇上 臣妾没了爹地 没了哥哥 在这个世上 臣妾能依靠的只有您了 朕知道 他仅仅抱着我 长出一口气 你别怕 有镇在 谁都不能动你 秦廖叔傻了 他才发现 我和他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有着云医之别 皇帝把他贬成了妃 四号婶 谨言慎行的慎 把我抬喂了贵妃 秦廖叔的名声 一直都是臭的 他一招失势 宫中人人喊打 刁难他的下人 恪扣他的东西 朝他的菜里吐口水 嫔妃里有个信业的贵人 曾经因为左脚跨进门槛 被秦廖叔罚超了三百遍佛经 在花园偶遇秦廖叔之后 言语嘲讽他被皇帝气若毙履 譬如秋夜 无人问津 秦廖叔所幸不再出宫 据说日夜送金 为国祈福 众人只把他当作笑料 纷纷说着 秦廖叔的好日子 算是到头了 除夕夜 边将八百里夹急 传来劫报 国君大败蛮夷 收复失地 带兵的将军 乃秦廖叔的亲哥的秦锋 秦锋凯旋的那天 皇帝率众人 亲自在宫门口迎接 皇后站他右边 秦廖叔站他左边 皇帝封秦锋为郑国大将军 把皇马挂亲手辟到他的身上 秦廖叔依偎在哥哥身边 他笑了哭 哭了笑 隔日 有人被削成肉片 一片片挂在树枝上 撞落秋叶 树下一颗头 一心能认出是夜贵人 凶手不明 无人再敢惹秦廖叔 秦廖叔恢复了往日的嚣张 皇后往各宫送了新年点心 秦廖叔从里面吃出了一只臭虫 吓得小脸发白 他哭着往皇帝怀里钻 无比委屈 定是皇后娘娘 自己福报留不住孩子 便来恶心臣妾 臭虫是谁放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皇帝更乐意哄着谁 皇后被口头训诫了一番 禁足半月私火 就连他亲自操办的新春宫宴 都没能出席 我疲于蓄于尾仪 借口不胜酒力 早早回宫休息 工人都去混热闹了 我脱衣躺下 难得做了个梦 梦见没穿越之前的时候 妈妈给我撒红包 为我吃饺子 妈妈好看地笑着 我去哭了 妈妈问我哭什么 我刚想回答 门里响了 我去开门 秦妙叔站在门口 他手里拿着沾写的香精玉书 阴侧侧看着我笑 他说 我来给你梳头吧 小沁 我猛然惊醒 却发现浑身无力 头昏脑胀 身边躺的男人 浑身酒气 扶着额头痛苦呻吟 看起来这就是秦妙叔的反击 毕竟纯津无瑕的才是白月光 但凡不再干净 也就不再宝贵了 我咬牙迅速爬起 拿起一盆水往自己头上倒 又往男人脸上泼了半盘 男人清醒了大半 却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没等我说话 店门已经轰然大开 秦妙叔带着皇帝和一众嫔妃冲进来 看到的就是我们衣衫不全 浑身湿透的模样 秦妙叔眼的口鼻 差点就笑了出来 还得装作痛惜的样子 瑞王殿下你说说你 再憋不住也得看看是谁吧 这可是双贵妃 是皇上心天肩上的人 你说你怎么干的呀 传闻瑞王好色成痴 有收集少女杜多的癖好 喝醉酒找人谢玉 确实像这种人会做出来的事 皇帝眉头紧缩 怒意沉沉 此情此景 所有人都看到了 就算另有隐情 他的脸上也很难看 瑞王终于反应过来 急痴白脸的变白 皇兄迎见 臣弟被灌醉了酒 醒来便在这了 臣弟什么也没做呀 秦妙叔吃笑一声 衣服都脱了 大汗淋漓的没做 谁信呢